你好欢迎收看4月6号的大花龄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花龄县长徐真卫6号在县府教育处陪同下 前往会刊中原国小美术教室 民意国小舞蹈教室以及营养午餐供应的状况 徐县长会刊中逐一检视需要修缮环节 并指示教育处以及校方从源头改善教室渗水问题 要让校园的硬体设施更加完善 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学习环境 民意国小舞蹈教室因历史悠久 硬体设施由老旧改善与品质提升的需求 徐县长逐一视察设施现况 民意国小地下室舞蹈教室因环境潮湿 下雨天有冒出地下水的情形 县长并指示由地质专家检测原因 并解决冒水的问题 我是说你的水源 对 到底是什么 对 你只是堵它 堵它你没办法堵太久 我们很常地震 你一个月开 它有上来 你永远只是治标而不是基本 民意国小校长表示 舞蹈教室是使用率相当高的空间 几乎每天都有学生以及社团 与课后照顾班天天使用 而使用率是相当高的 0206的地震之后的第二年我们才陆续发现 如果下大雨这间舞蹈教室它就会渗水 然后会淹水 造成水质污染整个地板以及墙面 县长看厂之后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也先把这个场域呢 先把它进空 然后呢 在这个七八月的台风季的时候呢 真正的去抓出这个会漏水和渗水的问题 然后呢 一次来解决 避免以后呢 我们做了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 县长徐正伟表示 教育是百年大计 县府致力于为学子建构 德智体群美五欲并重的学习环境 全面提升花林县学校的软硬体设施 提供学校师生安全优质的学习环境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导